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 为什么能带金马奖 摘下四大奖 本周的电影我们带你见分晓 另外呢本周还上映的有 维基网站创办人亚桑琪的故事 维基解密 现代社会中保密要花上多少代价 而解密又要花上多少代价 21世纪最具争议性的网站 维基 维基创办人朱利安 亚桑琪的故事 透过电影带你了解 更多人和更多秘密 但如果我们能找到 一个真正的男人 一个吹哨哨 有人愿意拒绝这些秘密 那男人能够 能够超过最强烈的 最强烈的政策 一开始亚桑琪就像是 正义的化身 2010年更是达到巅峰 不过就在同一年 亚桑琪公布了大量伊拉克战争的 美国外交机密文件 炸弹引爆了所谓爆料道德 和新闻自由的争议 了以金区新时机弗尔摩斯 红遍全球的性格男性班尼提克 为了演出这位争议性的人物 特别染了蛋金色的长发 也模仿澳洲口音演得微妙微笑 不过就如图片尾所说 《维基解密》 可能也只是某个版本的真实 不一定是半分半的真实 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 挾着金马奖的气势 本周闪亮登场 这也是新加坡首部获得 砍成奖项的电影 也代表新加坡 参加了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万语片的竹竹芯片 《小兵力大功》 也表现在剧情上 你打妈妈吗 你整天就会看穿你老公啊 你不可以是导演陈哲义 以小时候和菲庸相处的故事为题材 描述庸人跟家庭感人互动的故事 小人物心声动人的真实力动 外界评价让人惊艳 他往往没有话跟你说 你干什么 本周春类指数第一的 还有九把刀尖制的温馨纪录片 十二页 以台湾流浪动物为主题的动人之作 所谓十二页指的是流浪狗最后的十二天生命 因为在台湾的法令规范之下 每一只流浪狗被捕捉进收容所之后 只有十二天 没有人领养的话 那么就得面临安乐死 以狗的视角离地三十公分的高度拍摄 带领观众真正的以狗狗的眼睛看世界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的感受它们 感谢观众真正的以狗狗的眼睛 感谢观众真正的以狗狗的眼睛 感谢观众真正的以狗狗的眼睛